比赛开始 知道什么是邪魔疯狂的吗 所有火焰都要向我臣服 这不是光线误魂 是风信 九宝有名 一约立 二约不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相同的战术 有了风信的支持 完成得更彻底 更强大 空气快被烧尽了 有点糟糕啊 火焰范围里面的空气 越来越熄火了 腾的力量会逐渐消失的 你不可能会飞 火焰能够燃进空气 也能让气流上升 我确实不会飞 我只不过是借火焰浮空而已 虽然加上风信 可你用的还是上一次的战术 火舞 这一次是你轻敌了 快收火势 已经来不及了 火焰 草叶的升起需要时间 我只是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后等待一击破敌 我们认输了 您的漂亮 电光火时间 一击破灵 对手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更厉害的是 他们上台之后 根本没有交流 完全靠信任和默契 完成这次战术 你说得对啊 他们现在已经成长到 让我们骄傲的地步了 十二 必胜 小都 找我什么事啊 前辈 来 您先坐 前辈 您知道渠斗罗吗 五魂殿封号斗罗 怎么了 您和宁宗主 还有剑斗罗前辈联手 能活捉他吗 你把事情闹这么大了 您先听我说 这个人 很有可能 就是跟仓辉合作的 五魂殿内鬼 抓住他 就能知道 浩天斗罗的下落 三人联手 出其不意 应该可以抓到他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具体计划 你先跟我说说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内鬼 我被人带进五魂殿内部 剑刀大赛奖品 然后那剑头 融进魂谷里了 很好 还有 那个带我进五魂殿大殿的人 自尽了 他当然得死 不然后换无穷 你们不一样 大事若成 我肯定保你们性命 感谢老师 明日一战胜出之后 甲区就剩最后一个对手了 史兰克学院 战胜史兰克学院 就能进入决赛 我观察过 五魂殿战队的比赛 就算进入决赛 我们恐怕也赢不了 决赛你不用担心 明天那一场 也是十拿九稳 唯一麻烦的 其实是史兰克学院 帮了史兰克这么多 该是受尾的时候了 要怎么做 你专心赛场 场下的事 我来解决 好的 听你这么一说嘛 还是有点道理 所以要抓住举斗罗 才能问出答案啊 那你和五魂殿 是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刺杀五魂殿首宗 一个是因为仓会的所作所为 我借用了一些特殊的药 给五魂一变 提供了可能 这好像中毒啊 拿着 是十年把它们变成这样的 十年的五魂叫残梦 可以让人陷入幻觉 无法自拔 制造变异五魂 还给宁和毒龟燕下毒 还用精神力量 控制住了自己的血缘 我不关心 他是不是要刺杀五魂殿首宗 我只觉得 如果让这样一个 阴狠毒辣的人成功上位 对斗罗大陆来说 才是更可怕的灾难啊 还有呢 还有一个理由 我说了 您可千万别着急啊 我着什么急啊 大赛淘汰的血缘 全都失踪了 我怀疑是橘斗罗做的 咽牙都失踪了 姐妹 你别激动 您先听我说 所以要抓住橘斗罗 才能找到他们 明天一定要抓到他 其实 我还有一个私人原因 因为很有可能 只有他才知道 浩天斗罗的项目 你放心 你放心 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嗯 我已经问清楚 橘斗罗的行踪 明天仓会比赛之后 他会离开赛场 他回武魂殿的路线 就在这儿 您可以看看 在哪儿动手合适 你怎么会有这个 武魂殿的 武魂殿的胡莉娜给我的 武魂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最好跟他们不要有什么牵扯 明白 合作 仅限于此 有我和宁风质和剑斗罗一起出手 保证手到擒来 绝不会有意外 嗯 我和宁风质和剑斗罗一起出手